正在南韓举行的世界同军大陆营争议还不止这样 现在还传出疑似有性骚扰事件 有一支南韩同军分队指控一名泰国籍的男性领队 尾随南韩队的女队长进入女子淋浴间 上百人募集 南韩队报警并且提出申诉 大会竟然以文化差异为由 认定这名泰籍的领队并没有涉及性骚扰 气得这支南韩分队提早拔营 世界同军大陆营办得像火烤大会 外界骂声连连 现在地主南韩一支同军分队 还疑似成了性骚事件受害者 记者会现场带队的南韩同军队长 面对镜头怒吼 替自家女性队员抱不平 2号在营区经传一名泰国籍男性领队 尾随这支南韩分队女队长进入女子淋浴间 当场被逮 现场约有100人募集 南韩队报警并向主办单位申诉 6号在记者会上却得到这样的答案 主办单位认为 争议导因于文化差异 案情轻微 对太极领队只寄出轻微惩处和警告 让南韩分队80名队员担心受怕 因此决定提前离营 对大会息事宁人感到气愤 大会场控频频出包 光是周末就累积数百人中暑 主办单位提供结冰水 降温车 洒水器持续运作 并有摊位贩售紧挂式冰带和迷你风扇 但高温过后 10号预计还将有卡努台风侵袭 新万金营地 4万多人8号起将陆续撤离 暂时安置在首尔或邻近城市的饭店 历经重重挑战的同军大陆营 考验还没结束 张力的便宜